王莽已死,新朝已灭 从今时起,朕就是一国之君了 篡汉自立的王莽终于被推翻了 一路上没什么功劳的刘玄如愿成为了大汉王朝的皇帝 可他这个皇帝做得并不舒心 毕竟半个天下都是刘秀刘衍兄弟打下的 而且这个皇位本来应该属于刘衍 自己只是捡了一个便宜而已 如今之际只有学习老祖宗刘邦铲除功臣才能稳定政权 他准备对刘衍下手 于是找到叛徒李懿商量对策 李懿和刘衍本就有私怨 早就想除掉刘衍语绝后患 两人一番合计之后 设计了一出调谱离山之计 刘玄于是在第二天上朝之时演了一出戏 想让刘秀刘衍调到他提前设计好的陷阱内 一上来就对刘衍鼓吹了一番 说灭蟒兴汉的手工是他刘衍 自己代表刘家列祖列宗感谢他 又让他统领玄汉的所有军队 有点政治意识的人应该能够听出其中话外音 你刘衍功高盖主 此时应该主动避嫌 然而刘衍却认为理所当然并没有推辞 见刘衍上钩 刘璇又给他加了一项特权 就是可以见旅上殿入朝不屈 要知道这是萧和王莽才有的特权 对于这些刘衍都是来者不惧 殊不知就是这一特权将为他的死埋下伏笔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早已和他提前窜通好的礼仪走了进来 启奏万岁 臣刚刚得报 山东赤梅 抗拒黄恩 不肯听宣上殿 反要挥兵北上 请万岁 降旨讨伐 见此好时机 刘衍主动请战 可刘璇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 说赤梅君不过是乌合之众 没必要让他出手 而是提出让他的弟弟刘秀 带领刘衍身边的得力干将前去剿费 目的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要分化他的势力 而刘秀却认为压根不用兴师动众派兵镇压 应该以招服的怀柔之策为主 这样可以与民休息避免不必要的战争 并且主动提出前去招服 这一招同样中了刘璇的计谋 正愁没法支开你刘秀 你却撞上枪口了 二话不说直接答应了刘秀的要求 但前提是必须带着刘衍身边的得力干将 这样方便半路保护刘秀的安全 刘秀刘衍兄弟当然知道刘璇的企图 无非就是借此机会支开刘衍身边的得力助手 趁此机会架空刘衍 顺便借着和赤梅君作战削弱他们的势力 刘秀表示自己之所以主动请您 目的就是为了联络赤梅君来的李英外和推翻刘璇 让哥哥刘衍可以登基称帝 自己只想当一个执金无辅佐大哥 和英丽华过上平淡的日子就行 刘秀和英丽华拜别之后 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前去山东招服 殊不知这是他和大哥刘衍最后一次见面 感谢我感谢您